今天我们要问一个方法 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圣灵的恩赐是否已经停止了? 我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就大大影响了我们的祷告和属灵生命 我们先来决定什么是属灵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 弟兄们轮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很多人对属灵的恩赐有不了解 有些却是被误解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去读神的话语 有些人相信属灵的恩赐今天还是有的 但是却滥用了 有些呢 就完全地拒绝 说没有根据 能够讲到 现今仍然有属灵的恩赐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叫人得益处 这也是属灵恩赐的目的 当基督徒运行这个恩赐 基督的身体就得到造就了 第八节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我们要来看这九个属灵的恩赐 第一个属灵的恩赐 就是智慧的言语 到底是什么呢 乃是能够有智慧的劝解 是从圣灵而来 给这个信徒 给他有一个答案 使他能够来帮助 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是被主来用 讲出了这个有智慧的言语 可能那个信徒 他自己迷惑 或者面对困境 所以这智慧的言语 就能够帮助受困的信徒 这里讲的是智慧的言语 我们的神不会把事情清清楚楚 从A到Z告诉大家 就算是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劝解 因为神要我们有信心 但如果祂给我们的 我们靠着这样子走下去 神就会一步一步带领 在现今的教育 我们需要有智慧的言语 因为很多基督徒 仍然处在困境中 这第二个属灵的恩赐 就是知识的言语 让我举个例子 很多年前 有一个姐妹 她患了血肉病 就好像马可福音 第五章的那个姐妹一样 有一天早上 她就在海边漫步 就向神来祷告 她说 主啊 今晚我就要去神祭不道会 如果你要医治我的话 你要让陈牧师知道 让他能够知道我的状况 那个晚上 她就来神祭不道会了 那时候我们在为病人祷告 忽然间我就停止了 我说当中有一个姐妹 神医治你血肉的病 就在那个时候 她的性情升起了 之后她上台来见证 神完全医治好她血肉的病 你知道吗 这就是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不知道她就在海边行动 我也不知道她会来神祭不道会 但就在聚会的时候 我心里面我就知道 有这个女人她得医治了 她带她丈夫来 丈夫也得救了 也带她的姐妹来了 她的姐妹就有一个儿子 有自闭症 神也治好了她的自闭症 很大大的来医治好她 所以你看到吗 知识的言语 就能够帮助神的教会 在我的服事当中 发生了很多次 让我们看第九节 对另外一个就是信心 同样的圣灵 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吃到医病的恩赐 也是同样的圣灵 我们来到第三个属灵的恩赐 一个字而已 信心 在这里讲的是特别的信心 不是那个信主的受 所领受的这个信心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信心 当这个人得了这个恩赐 他就有极大的信心 这个信心可以挪山的 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基督徒 所接受的这个信心 这是特别的恩赐 第四个属灵的恩赐 医治的恩赐 这个不是我们信徒 一般为病人祷告 因为在大使命里 圣经告诉信徒说 我们要按手为病人祷告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我们有这个权柄来行出来 当一个信徒得到了 这个医治的恩赐 所以他的服事就有更多的医治 而且很多特殊的医治 我们来看第十节 又叫一人能行义能 又叫另一人能做先知 又叫一人能辨别著灵 又叫一人能说方言 又叫另一人能翻方言 我们来看第五个属灵恩赐 行义能 很多时候我们有海外的布道会 在我还没讲到之前 神怎么样把这个雨给止住了 这乃是行神迹 当雨开始降下了 我们站起来了 奉耶稣的名 命令这个雨停止 雨就停了 已经发生好几次了 我们很多的陪谈员都见证了 那时候我们在妹蛋 就有十一万的人看到了 有一次就在新加坡 那时候记得吗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下雨一段日子了 有一次就感动了 就带领会众一起 就讲雨 当我们在祷告的当儿 就这个云聚集了 我们的会友在丹宾尼的 他就往窗外一看 看到这个云聚集了 雨就下了 我们上千个会友亲眼目睹 在马尼拉 我们就要遇到了这个风暴 就在酒店 我就看到了这个风 还有跟我的太太 前一晚这个牧师告诉我 这个风暴就要来到我们的会所 在那天我们奉耶稣的名 拿起我们的权柄 这个风暴就转方向了 这乃是行义能 上千个会友亲眼目睹 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 这乃是圣灵的引导下的 我们不是说开开玩笑去行义能 或者凭自己的心意来行这个义能 我们就来第六个属灵的恩赐 讲义言 这个讲义言就包括 宣告出来 包括讲将要发生的事 让我们讲一下义言 就是来讲到将要发生的事 比方说神要宣告一个来的审判 在某一个会群 只要他们悔改 主就使他们免了这个灾 或者一个灾要临到某一个地方 这个议言就能够帮助当地的人准备好 另外一个就是宣告出 我们讲到的是能够激发人的话语 尤其在讲道的时候 或者在教导的时候 能够激励能够鼓励 很多传道人都经历过 这个讲义言的恩赐 能够把会众的信心期盼提高了 用神的话语能够光照会众的 很多传道人可以分享 这是超自然的 是从神而来的 还有第七个属灵的恩赐 就是辨别诛灵 这一个就是能够辨别这个邪灵的同在 为了更有效地来对付他们 当一个人有这方面的恩赐 他就能够看到这个灵界 直接来撤着这个邪灵 第八个属灵的恩赐 不同的方言 不同的方言是为了不同的目的 当圣徒为了圣灵充满来祷告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第一个 依照就是能够讲出新的方言 这个方言就能够帮助这个信徒的生命 我们讲它就是圣灵的祷告言语 因为要长时间祷告 没有圣灵的方言是很难的 当这个人是在灵里祷告的时候 他可以花几个小时来祷告 我们这里讲的是不同的方言 当这个信徒有这方面的恩赐 他可以为这不同的事 用不同的方言祷告 不只是一种而已 这种就是祷告的言语 他也可以用方言为着会大众来祷告 就好像比方说 就在会众当儿 他讲方言了 他自己还是别人能够翻他的方言 为了就是要来鼓励整个会众 或者这个人会超自然地能够讲别国的话语 他从来没有学过的言语 所以那个国家的人听到 他讲出他们国家的话语 就得到鼓励了 最后我们来到第九个属灵的恩赐 翻方言 就是在会众中说出了这个方言 所以那个有这番方言的恩赐 就能够明白这个人讲的方言是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恩赐 在早期教会他们有用到 所以早期教会是那么有果效 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说 所以我们要渴慕 这个圣灵的恩赐 所以他也鼓励他们要用爱来行出来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39节 他说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 这里讲切勿 不说想要而已 是切勿 深切的渴慕 来说先知讲道 也不要禁止说方言 但是圣代的神学家说 这些都过去了 对我来讲觉得很奇怪 因为圣灵仍然在运行 第11节这里有讲到 所以这一切都是由这位圣灵所运行 所以以义分给个人的 无论是怎样的恩赐 我们要记得 乃是同样一位圣灵赐的 给每一个信徒 就是要来祝福神的肢体 这个恩赐在旧约里面也有运行 也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头 也在早期使徒的身上 早期教会的使徒 不可能完成这样多 没有这些恩赐的话 他们需要这个恩赐 使教会能够开始 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 更需要这个恩赐 早期的门徒 他们传遍了福音 可能现在的教会 就缺乏了这一点 大多数教会都没有 在超智兰里面运行 有些教会甚至是 反对这个恩赐 他们说这个恩赐 已经成为过去了 他们只因为 这圣经里面两节经文 就这样判断 他们其实是误解了 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节经文 就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第八到十节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 之中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 我们讲的就是 知识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也必终于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也讲的有限 你记得刚才我所说的 乃是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只是一半的 智慧的言语 使到一半的工作 能够完成 还不是完全的智慧 第十节 等到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 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也必归于无有了 他们这样子来解释 你现在只需要有爱 不需要属灵的恩赐 所有的属灵恩赐 已经是过去了 因为那完全的已经来了 对于他们来讲 这完全就是 六十六本的书 已经合成成为圣经了 所以他们的解释 就完全于在于这个完全 对于他们来讲 这个完全就是 六十六本书 已经合成成为圣经正典了 可笑的是 保罗自己本身也不晓得 原来圣经里头 有六十六本书 因为他在祖后七十年 就去世了 然后圣经正典出版的时候 乃是在祖后三百多年 所以保罗自己也不晓得 所以当保罗写这个完全的时候 他想的是另外一种完全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保罗所讲的那个完全 就是到了最后 我们完完全全就是在荣耀里头 那时候我们不需要 属灵的恩赐了 我们也不需要讲预言了 因为我们已经有 完全的知识了 我们也不需要 医治的恩赐了 因为没有病人了 让我们看十二节 我们就能够明白了 所以我们如今 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就像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肉身 我们没有完全的知识 有时给了我们这个 有知识的言语 也不过是一些而有限的 好像照镜子这样 有点模糊不清 但是到了面对面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了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面对面看着耶稣 所以我现在知道 这有限的 到时候我就 完全知道了 我不需要来猜测耶稣 因为我完全地明白它了 但只要我们活在 这个会败坏的身体里 我的知识 只不过是有限的 不是完全的知识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是 足够需要用到的知识 不是完全的知识 所以我们需要多一点知识 所以我们就要在这个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里面运作 还有朔语言 还有方言 只要我们还在这个肉身 我们就要属灵的恩赐 它在旧院里面运行 为了他们 也在早期教会运行 为了他们的益处 它现在也仍然在运行 为了我们得益处 因为这完全地还没有来到 让我给你多一个解释 你知道这个旧院里面的 那个约瑟吧 当他被卖下出埃及 他有这个智慧的言语 还有讲语言的恩赐 所以他在法老面前 就用了这些恩赐 所以他就能够救 以色列人 埃及人 免了干旱带来的死亡 他不只是讲出 要发生的干旱 这就是讲义言 他告诉法老 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这就是智慧的言语 就救了 埃及人也救了 自己的民族 以色列人 在《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的 雅加布 他也有讲 预言的恩赐 他说要面对一个饥荒了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圣徒 就准备好了 所以在整个饥荒中 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所以这些很特别的 这个警告 在这十六本书里面 是找不到的 那是同样的圣灵 就是圣经的作者给的 在某一个时候 在某一个状况 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恩赐 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在 这个新约下的 这个新的盟约 是有更好的允许 我们就继续要运行 在这个恩赐里头 一直到这个完全的到来 当这个完全到来 就由这个完全的主耶稣来完全了 我们就会完全了 亦无欠缺了 我们整个人完完全全了 这样我们不再需要这个属灵的恩赐了 但是你和我都知道 我们远远地达不到这个完全 感谢神 这属灵的恩赐 仍然能够用的 如果我们不否决这些 我们也不告诉别人 说这已经是没有了 现今的教会就会更加的强壮 让我们相信耶稣吧 让我们相信祂的话语吧 当耶稣道成肉身 祂就运行这个属灵的恩赐 祂把祂自己的权柄放下 让我们看到一个人 要该怎样为神而活 一个事工要怎样来做 他就转过来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些相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 他很多的事工都是靠着圣灵的恩赐 靠着圣灵的恩赐 他说我所做的工 你也要做 这就是他现代的说法 我们比耶稣更伟大吗 如果祂需要属灵的恩赐 我们不需要 那我们应该是比耶稣更有能力了 你要知道 这属灵的恩赐 乃至从圣灵而来 当我们重生之后 乃是圣灵使到我们能够重生 耶稣说 就要祷告圣灵能够更有果效地去服事 当你领受了这个能力 你就要成为有能力的见证人 我们就要运行 在圣灵的恩赐里 我们不需要读到哥林多前书 说这些已经成为过去了 耶稣是奇妙的真神 祂祝福每一个相信祂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还没有接受耶稣 现在你有这个感动要接受耶稣了 你认真看待这个福音 根据耶稣的指导 你不单只是成为基督徒 你可以成为有能力的蒙徒 跟随耶稣的脚踪 做耶稣所做的 使到其他的生命也蒙福了 所以如果你要耶稣进入你的生命 那个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的 我要你现在与我一起低头祷告 简单地跟我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今晚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也因为我这样子的人 你来到世界 使到你能够饶恕我们 主啊 使得我认罪悔改 求你来饶恕我 我现在把我的心门打开 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 做我的救主和我的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我要读圣经 来明白 使得我更有果效跟随你 请你完全洁净我 赐给我新的生命 从现在开始 我将我的生命交给你 求你接纳我 成为你要我成为的人 我现在就成为神你的孩子 谢谢主 救了我 给我新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要你知道这只是一个起步 当你接受祷告信耶稣 不说 哎 祷告完了就什么都忘了 你要开始来读神的话语 你要清楚地明白神的话语 然后生命要开始有改变 这可不简单 耶稣有讲这个载路 你要跟他走 你还要把你的老我钉死 就是知识这些东西都要放下了 使到你能够在基督里面活出来 使到你生命里面就有耶稣的绝病 有属灵的恩赐在你生命运行 你的家人朋友就因为你生命所用的属灵的恩赐 就使到耶稣是那么的真实 我祷告你们会 且和睦着耶稣 不要做一般的基督徒 做耶稣真正的门徒 在我们还没有为病人祷告 有几个人将荣耀归给神 第一个就是Jane Chi 她就要动白内脏的手术 手术之后 就一直头痛 而且失眠 她就上线跟我们一起祷告 她就慢慢地好起来 她今天很高兴地告诉我们 她的头痛已经没了 而且能够睡得很好 就Michelle Toe姐妹就在我们的谈天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每个礼拜六 你就那边就有一个谈天 你可以把你的见证也写上去 或者你有祷告事项 因为我们线上有这个陪团员 准备为你祷告的 Michelle她患了痴疵 而且常常流血 她就在网上跟我们一起祷告 她告诉我们她完全好了 这个痴疵没有了 这个血也不流了 另外一个是Song Lillian Lillian had an abnormal growth in her chest area 这个Lillian她的胸部长了一个瘤 这医生本来是要医她另外一个病 这个10厘米的瘤就被发现了 她就上线参与神迹部导会 一起与我们祷告 就在1月的时候 医生就检验说 这个胸部的瘤已经不见了 感谢神 如果你有见证的话 可不要自己知道而已 把你的见证跟大家分享 其实你就是在鼓励其他人的信心 现在有病痛的朋友们 请你们都站起来 把你手按在哪里不舒服的地方 另外一只手向神举起来 告诉神说 我就在这里 我已经准备领受了 你要记得耶稣说的话 凡你心里面所想要的 当你祷告的时候 信你得着 你就必得着 所以现在在你内心深处 要完全地信靠耶稣 祂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那天祂拿了你的罪 还有你的疾病 祂死 当祂死里复活 祂就升天了 就把属灵的恩赐赐下 所以基督徒就有果效地为你们祷告 奉耶稣的圣明 凭信心 你相信你的病得医治 你在这时候宣告 你就说 就得着 你说我说我得着 你的话语说 我一直相信 一直地说 主啊 你就成就了 你使我得着了 所以奉耶稣的名 我们彻择撒旦 离开每一个人的身上 奉耶稣的名 每一个疾病 都要被困绑 撒旦的全世已经被粉碎了 奉耶稣的圣明 因为这些人相信 这些人就得着 天父啊 求祢尊荣他们 他们想要什么 求神赐给他们 主啊 你看他们内心深处 所最恐怖的 就是要得到完全的健康 主啊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感谢祢 让这件事成就 奉耶稣的名 是的 你要来得着 来一直地感恩 你说主啊 我相信我求得着 感谢主 感谢主 赞美主 赞美主 感谢主 如果你得医治了 你要告诉我们 那些得了医治的朋友们 你在享受神的同在 记得神在呼召你 为祂做见证 神也赐你属灵的恩赐 当你来用这些属灵的恩赐 其他的生命就会因你蒙福 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了 直到你得救 别人也因你得救 你得意志 直到别人也能得意志 你得释放 别人也能得释放 这将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 我们将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信起来说 我要耶稣最好的 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耶稣 因为耶稣把祂最好的赐给我们 当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主 我自然而然就会把我最好的给人类 乃是通过圣灵的恩赐 接下来几个星期 我们仍然要讲这个属灵的恩赐 所以可不要错过任何一集 我下个礼拜还没有见到各位 神大大的祝福你的灵魂体 祝福你的灵魂体 祝福你的灵魂体 这些东西是真正的 这些东西是真正的 祝福你的灵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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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f Calvary A lot of telling people that I meet All the answer that they'll ever need You will touch each one who cries to you These things are tr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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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